因为之前我的名字是一个牧师给我起的 她说你要改名叫Debra 然后Debra就是站在前面的 小的时候还好 就是我到上中学的开始 就慢慢变得比较胆小 就是比较怕站在人前 我本科是学音乐的 就是学音乐表演的 然后一般来说 别人说你学音乐表演 你上去唱个歌 我都会很怕 我会很拒绝 我会躲在边上那种 或我会很怕做决定 就是我是比较喜欢让别人去做 可能也有一定原因 是我怕做错吧 一进去她就说她看到一个彩虹 是一个彩虹的桥 她说其实神会 就是带我去到很多的地方 那我也其实来之前 就是我感觉我是在 就是在旷野 走了走了几年的感觉 然后神也是借着一些 我看似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但是她其实是有她的 做她事情的时间在这里 所以我当我走过那一段旷野的时间 我会发现 真的是神借着那一段时间在磨炼我 包括是让在她对的时间把我带出来 她说我一进去她看到了 很多的小的圣诞树但是被盖住 她说我生命中有很多的恩赐 其实是我没有发现的 让我自己把那个被盖住的圣诞树的 那个垃圾带要挪去 然后她说这些圣诞树其实可以长得很高 第三个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我进去她讲 我看到彩虹 她也讲到就是那个彩虹糖 它里面有不同的颜色 她说我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恩赐 然后又讲到宝石 跟之前的讲的话真的是完全是一个总结很像 我觉得神真的是借着他们对我讲话 真的你要学习开始去做决定 你要学习开始去怎么讲 就是突破你自己的一个就是过去习惯的一个舒适圈 比较勇敢地站出来 所以其实真的是蛮符合我近两年的状况 无论是洗经信主很多年 或者无论是刚信主 包括甚至还没有信主 我都很鼓励他们去 去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一言服饰当中 因为我觉得神真的是在借着这些弟兄姐妹的服饰 在对你说话 让每个人都可以看清自己生命的现状 之前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可以怎么样变得更好 我可以怎么样更好地去服侍人 包括我可以怎么样祝福到更多我身边的人 我觉得借着这些话语都可以对我们生命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